大家好,我是石玉兰,一起来关心12月2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花莲县政府为了鼓励休闲农业区的伙伴 积极结合在地特色来发想创新的体验活动 日前特别办理了休闲农业体验活动创新发想竞赛 那么也在29号在美伦饭店进行了竞赛优胜的颁奖仪式 而在现场许正位是以曼、精品、花莲、新塑城市品牌新形象之际 同时也邀请了薰衣草森林、王春宏董事长到访花莲 谈论了感动经济 结合花莲在地农业特色的各种机会 休闲农业体验活动创新发想竞赛 活动特别邀请到专家学者、进场辅导业者 目的是希望实际协助业者发展、农油创新体验 全县五大休闲农业区及周边业者 推出20种在地特色的创新体验活动 它的成分是有迷迭香还有柠檬香茅跟一个薄荷 然后我们是做手工皂的 那你看这个可以吊起来 这是手工皂可以洗 洗完之后里面有一块玉 你可以看慢慢洗完之后 好像找到一个宝贝一样 然后洗完每个都不一样的 竞赛最终诞生八名 优胜者在休息伙伴们的热情响应下 带领游客走入生态观察 自然环境的奥妙 获得许多评审委员的青睐 所以我们在无论是很多的政策里面 对于这块土地是非常非常珍惜 而且我们真的很宝贵 东台湾的一寸的土地 所以在这里我要谢谢我们所有的农友 对于我们有机的推动 我们现在今年已经又成长了80% 其实到年末可能会成长到10% 也就是等于说我们已经成 我们已经是2800多公顷 有机的各种平均 已经是全国第一 而且全国突破了26%了 所以这是花脸所有大家的努力 让这块土地得永续 而更加的努力 导览接触采摘品尝观察 让民众亲自下水体验渔民的生活 采集食材零距离的产地到餐桌 29号下午颁奖典礼当天 同时也邀请大师讲座 以花脸美的感动为主题 邀请薰衣草森林董事长 谈论薰衣草森林是如何结合美学的力量 与感动体验来推动旗下的品牌操作 花脸很美 我都知道客人都感受不到 可是我们要怎么样把美 以及每一位修区我们的伙伴心中那个 我们独特诠释出来的漂亮告诉客人 我们常在讲就是说 漂亮在你的风景 大概只能看一遍 可是我也会不断地回来 客人不断回来的绝对不会只是风景 我们有得见我们的风景 可是我们如何把这个风景升华起来 花脸县政府表示 未来县府也将持续协助休闲农业区的伙伴们 期盼能够带动花脸县农游观光人潮 县长徐正伟欢迎对休闲农业体验活动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到花脸来一场在地的特色 慢精品农旅游 记者林杰花脸市采访报导